视频是我发的 是我到酒店找那些高层 花大价钱买来的 我才不想当什么副主编呢 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让他们看看 看看 这个高高在上的陈开仪 这个只要有一点动作 就能改变时尚方向的大主编 其实就是一个 懒的女人 你找我 老鲁 你是不是很想做副主编 什么意思 或许还有股份 你说什么 我一直在想 向亭峰到底许诺你什么了 能换你去发布那些视频 你 我真的是 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发的呢 我也很好奇 我很震惊啊 这就咱们两个人 咱们就多说真话吧好吗 毕竟这么多年 我们的所有时间 精力 坚持 热情 爱恨 理想 都在这儿了 你确定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吗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 让所有人都赚到钱 然后过体面的生活 有钱就能体面吗 没钱肯定不体面 当年你跟秦敏一块儿去你的盛装 那个时候咱们三个都没钱 你觉得那个时候我能不体面吗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啊 我记得了 我每天晚上陪客户喝酒 和通宵 喝到吐 吐完继续喝 然后到白天 到了白天之后所有人都走了 就我一个人走到地铁站 坐在一个角落里 等着每天第一班地铁 这生活体面吗 你当年喝的那些酒 卖出去的每一本杂志 现在都在外面挂着 你可以去翻翻看看 你看看哪一期的杂志内容 是让你那些酒白喝了的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在销售和广告营收最困难的那一年里 我们做出的杂志内容 重新定义了行业里的内容标准 老鲁 我们一开始做杂志就应该知道 杂志的价值不在于赚多少钱 而在于给世界留下了什么 我们为读者传递过什么 曼彭 开姨啊 你说的这些道理 我早就不相信了 对 我知道 你要是相信这个 就不会去发布那些视频 我已经通知人力资源部 正式解除盛庄和你的劳务关系 需要支付给你的赔偿 且一分也不会少 只要我还在盛庄 你就不可能在这儿 陈开仪 你还是你啊 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还是用理想来给人洗脑 用权力来打压那些不相信你的人 而这个理想 就是你掩盖权力猙獰的幌子 你看现在 咱们聊了这么长时间的理想 终于口气跳墙了吧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视频是我发的 是我到酒店找那些高层 花大价钱买来的 我才不想当什么副主编呢 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让他们看看 看看 这个高高在上的陈开仪 这个只要有一点动作 就能改变时尚方向的大主编 其实就是一个 烂的女人 老陆 人的堕落 是从无相心爱开始的 你以后好自为之 再见 请 老大 钱带小米来找过你 老大 对 说陈纸编交代了 我让你到了公司去找他一段 好 小米挺着急的啊 让你一到 去找他 找什么急呢 等着 你 是不是疯了 发什么神经啊 搞什么 还演 你真把自己当影帝了啊 我演什么 陆冰冰 从今天开始 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 谁跟你是朋友啊 走开 他哪儿来的 是疯了 还好不是热咖啡 吓死我了 疯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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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到我们公司去 我独你可以在我们盛端 找到活着的意义 人生谁也逃不过争强而走 但有些争强你怎么变成 有些争强你 近乎悲脸 太疑了 放领证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